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9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感谢教师们对花莲教育的付出 花莲县政府在今天22号举行了110年教师节及优良教师表扬大会 颁发了包括师夺奖、优良教师、优良代理老师、以及自身教师等多个奖项 共有344人与8个单位获奖 110年教师节及优良教师表扬大会而奢号在美伦饭店举行 为了落实防疫,这次表扬大会分10个提示办理 现在许正会亲自到场颁发,并且向教师们致意 现在表示因为疫情大家生活受到影响 连教学现场都要随之改变 而为了停课不停学实施的远距教学 这是让花莲教育蜕变的机会 中国文化思想里面其实在孔子之前就提出来 有教五类因财使教 到现在108年的课刚多元学习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让每一个孩子找到他适性养财的路 但是在我们接受教育的那当口 那个年代已经在做有教五类 已经在做世信良才 已经在做因财使教 所有的课刚表天 脱离不了中国文化的思想 脱离不了一个政治家 一个教育家孔子的思想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 一定要推动独机教育 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教育现场的老师 您辛苦了 也恭喜今天获奖的老师 我相信老师的责任是重大 现在吴坚持也向教师们表达敬意 这个教师节的前期 那时候的老师都辛苦了 我们欢迎新政府对于这个教育的经费 尤其是在徐县县长的任内 有拨相当多的教育经费已经高达70%以上 所以在这个教育的部分 县长对于这个教育的支持的经费 不予于一利 那这边也是我们欢迎新一位 也会全力的支持 那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特别的教育节的前期 各位老师大家都辛苦了 期待许中原勉励所有的教师们 实在不断的演进 教学环境也不断的变化 老师们唯有做足准备 自我提升 时刻精进学习 才能够带领学生 面对不同的学习方式 创造更多的学习可能 表达大会上除了颁发士多奖 优良教师等奖项之外 也表达服务年制满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以及四十年 共计281位资深教师 感谢这些教师们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坚守教育第一线 可以帮换了孩子们一同来成长 接着终于华世佬